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备受世界关注 10号上午在一场18大的记者会上 中国大陆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官员 强调今年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 仍然可以保持在7.5% 似乎是在破除外界对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质疑 中国大陆目前的通货膨胀一直受到外界关注 大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 在18大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 我们的物价总体是稳定的 去年我们CPR是5.4 我们今年确定的目标是控制在4%左右 那么昨天通缉局已经鼓募了几年的物价的情况 到10月份那么我们的物价实际上是整张2.7% 中国连续12年的GDP成长率维持在8% 张平对于大陆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同样深具信心 那么去年12月5月的第一年 我们的经济增长了9% 对于两岸的经贸交流张平说大陆到台湾投资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希望台湾能够在思想政策上更加开放 大陆的各个领域对太子都是开放的 那么ECPA潜入了以后呢 实际上包括早期收获也都在紧急的推进 一两年的时间吧 我们整局在这些方面能够达成协议 张平强调两岸是一家人可以谈任何问题 在ECPA签订之后的两岸经济往来 格外引人关注 UDN TV 陈军硕编译